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6月16日 今天是星期四 繼續跟大家說 我最近出了外幾天 所以 錄音的時間需要比較小聲 因為住的地方 跟人共居 所以怕吵到鄰居 所以這幾天的音量會小一點 大家就注意了 我們這一節想跟大家一起研究香港的公務員 這個叫做 康文署 康文署 有個助理經理 今天居然被發現 15日的時候居然被發現 忽然之間倒閉在柴灣青年廣場的女社 房間裏面 很多人會問 甚麼事搞到要有人命呢 是不是兇殺案呢 是不是命案呢 調查之後 似乎整宗案件 就是一宗自殺案件 有甚麼 解決不了 需要用結束生命的方法 去處理呢 原來 就是一件事 對很多人來說 對很多人來說 可能不是很重要的事 我們這一節一起研究到底是甚麼 令到 康文署的助理經理會選擇自我結束生命 我們繼續說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按like 用社交媒體share我們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男士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升旗易得道 星期二日報 還有我們後備頻道 星期二新聞集團 我們這裡誠意邀請聽眾 就是經濟能力許可的朋友 希望你訂閱我們的Patreon 支持我們 我們同時也誠意邀請 所有的聽眾 請你 就是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本台 本台的 免費模式很簡單 只要你一路聽節目 一路打開本台的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手動點擊 無限大發 這樣就已經足夠了 我們是一個 小數地可以運用 免費模式 以及小量收費模式 混合 而 就是 擁有一個也不是太小規模 的一個網台 一個時事的地方 一個時事評論網台 也有新聞 所以希望大家真是珍惜一下 現在 香港 能夠說真話的媒體 越來越少 希望大家真是可以踴躍支持 再說一次 免費模式 是 不是那麼容易去經營 真的需要 很多技巧 很多功夫 可能是 可能 坦白說 我覺得只有幾個台可以做到 可能沒有幾個那麼多 希望大家就是安裝了Pi Network的朋友 記得按閃電鍵 先講講這件案件 我們一起去研究裏面的事情 這是一個41歲 姓曾的女子 在15日 即是昨天 中午的時份 被發現 倒閉在柴灣青年廣場 女社裏面 的一個房間裏面 警方到場調查 發現 女死者的身份 發現她 就是一個康樂文化事務處 康樂文化事務處的助理經理 一個 公務員體制裏面 都算是 穩穩定定 你說很低級又不是很高級又不是的一個公務員 這個公務員 發生了甚麼事呢 原來 他有案件在身 他被 這個ICAC廉政公署 控告他 控告他甚麼呢 控告他 說用 虛假的考勤紀錄 就是 門騙就是上班的時間 如果你又聽過控罪本身 當然覺得好像很嚴重啦 氣騙呀 詐騙呀 如果你又用這個角度去看問題 又會變成 跟港共政府的講話一樣 你會不會說 其他案件 例如暴動呀 國安法呀 恐怖襲擊呀 很嚴重呀 你會不會這樣說 當然是不會這樣說的啦 當然你可以說兩個案件沒有關係 但是 香港 是同一套系統來的 當然這個姓曾的女子 跟2019年沒有關係 這個當然知道啦 但是要說的話就是 香港 很多時候我們看新聞的時候 他告訴你 很嚴重呀 犯法呀 我們沒有去 細心思考到底 那個所謂 犯案者 有多嚴重呢 而且 有沒有真的 走去騙人呢 這個案件也是類似的情況 因為 就是 關於 所謂 欺騙 上班時間 那個問題 跟 這個防疫有關的各位 防疫的時候 大家都記得好像有一段聲帶流出 有人抓到 一個公務員 說他上班的時間 就是出去吃早餐 當然啦 你會很嚴格 很認真地說 這個 大家細心想清楚標準 你不犯法就沒事吧 你不出去吃早餐就沒事吧 你上班就不應該吃早餐 如果你用義正延遲的角度 你不犯法就沒事 這個說法 其實永遠都對 沒有人說到你錯 而且這個說法 藍絲也很喜歡說 國安法怕甚麼 你不犯法 就行了 問題是這個世界有很多東西 充滿著灰色地帶 尤其是防疫的時候 大家都知道 本身 政府裏面 有很多人 其實在2019年裏面 也是 不支持香港政府 所以到了防疫的時候 香港政府忽然之間就說要搞在家工作 結果 當然了 就是非常之有問題 結果他們又要 想辦法監控 就是那些防疫時間的人的上班時間 另一方面 又要大大力跟你說 我們就是在家工作 Work from home 這次這個案件 也是相類似的情況 這一個 就是姓曾的女死者 她之前 就是做康文署助理經理 控告她 就說ICAC調查她 調查員 就說她就是有虛假的陳述 虛假的陳述 就說她欺騙這個康文署 說她 有四份關於考勤紀錄的報表 裡面的時間 就不正確 說她在四個月裏面 遲到了27次 說她 明明是遲上班 平均遲了一小時 但是改早了 實際上 大家 如果真的用回 剛才所說的那個標準 你就會發現 其實也有很大問題 其實有很多的私人機構 實際上 很多人都是 不準時上班 他們也會有很多 其他的說法 例如就是 我遲了走 我又OT 又不跟我計算 一般來說 所以私人機構 你的老闆 或者你的上司 未必會跟你 根根計價 尤其是你回的可能是寫字流工 9點半上班 很多人10點 10點半 坐下 還要買早餐 坐在那邊慢慢吃 那就是 開工 你的老闆也沒有炸利益 我們大家都同意 這件事是不對的 本身就不應該遲到 也不應該吃早餐 但是這件事是不是嚴重到 應該要落鑊呢 其實 會不會有一點點矯枉過正呢 我相信今時今日 大家都不會認為 香港政府 那個所謂的執法程度 就不是矯枉過正的了 去到已經是很離譜了 這個案件 真的不是一件很嚴重的事 本身在說那段時間是防疫 實施了 彈性上班時間 康文署全體人員上班應該是10點 當時這個助理經理 被調派到文化節目組 負責舉辦 戲劇節目 於是 他需要去上班的地方 就是香港文化中心 上班時間 就是早上9點半 所以 其實 就是政策上 實際上 實際上 也是充滿矛盾 結果 就是相關人士 很有可能是一個 誤墮髮網的情況 誤墮髮網的情況 他有去告你 告你的時候 控罪 很難聽的 全部都是 一來就告你詐騙 大家應該其實對這些事件 都很熟悉的了 你只是用一個安心出行 你用一個不正確的App 說你行使虛假文書 意圖利用一個 手機應用程式 達到 虛假陳述 詐騙的用途 你聽起來是不是異正嚴詞 原來 就是要你用安心出行 你不 他就說你 虛假文書 所以你說 控罪 當然是很好聽的啦 聽起來全部都很嚴重 那你不如說 唐英傑真是煽動國家分裂 騎著一輛電單車 上面有光時旗 那就要分裂國家了 說得那麼嚴重 一坐就要九輪 結果一件不是很嚴重的事 要拿正來做 對於公務員來說 可能普通人不明白 不見了九千多元 又或者面對著一個控罪 最多就可能是認罪 又或者最多坐牢 何須要 去到自殺呢 但是這就是公務員體制裏面的工作人員 因為香港地 長久以來 公務員和商業社會徹底脫節 實際上 在公務員體制裏面工作的人 薪金穩定 他們 在社會上的競爭能力 不足 所以對於他們來說 他們的工作 就是他們的命 很多人覺得 沒有了他們的工作 他們真的覺得自己會死的 尤其是香港地 這個 毫無福利的地方 如果每個人不能夠賺大量的錢 就會覺得 自己連一個居住的地方也沒有 當然我不覺得這個想法是正確 我也不覺得這個看法是正確 實際上 還有很多退路 但是 他們的世界觀 有時限制了他們想法的方法 到最後 他們就覺得自己沒有了份工 還要被廉署起訴 這些事情 對他們來說 是難以接受 如果你真的問我的意見 我認為 香港 是一個殺人的體制 這裡也要提醒大家 有很多 在香港犯了法的人 其實 一點法律後果也沒有 其他人 小市民 他就迫害到底 普通的公務員 不是政府的權貴 因為他 一樣用法律之名 迫害到底 李家超你也沒有抓 所以沒有人有資格說 你不犯法就沒事吧 這一句 只有 極無恥的藍絲才會說 我們這一節跟大家暫時說到這裡 我們再追趕 兩人 我們一會兒 走 我們 公司